我是钟库源老师 我们今天会来讲讲电子教学 一些网上平台的保安系统 我们今天会讲到一个概念叫做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多重因素的验证 好处就是当你不见了用户名称 或者一个密码被人盗洩的时候 这个保安編码器产生的编号或者密码 是保障你的安全 其实我们需要留意 保障老师户口的安全性 因为越来越多学生的数据和学校的文件 都放在云端的系统上 当你的用户名称或者密码 一旦被洩漏出来的时候 其实其他人都可以提取学生的数据和学校的文件 所以我建议老师在使用网上的一些平台 用来都要启动双重验证 我们示范使用Google的系统去进行登入 当你登入之后 你发觉是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设定的时候 原因就是因为你是未启动一个叫做双重验证的安全性系统 那我们怎样去到这个画面呢 其实我们使用Google Drive作为一个例子 在右上角按个人的户口 在账号那里 我们就要按一个安全性的版面 它有两个的选项 在这里有个两步骤的验证 你按一按下去 因为本身预设是关闭的 那我们通常都建议老师都开启这个 启动完之后 其实他就会显示你有什么的流动装置 是预设安装了Google的应用程式 那我们现在试用一下 那他就会建议你开一个电话 那通常里面有个叫做你要尝试登入吗 这个选项 其实他都会显示几样东西的 就是你用哪一个的装置去登入你的户口 在哪个位置和时间 那只要按时就可以了 那他就说即将完成了 那通常都输入个人的电话号码 以确保当你的电话不见了的时候 都可以转用其他电话 或者其他流动装置去做一个验证 那通常我们都会传一个SMS 去到你的电话里面 去验证你这个电话号码是属于你个人自己的 你按它刚刚传给你的短讯的编号 通常是六位数字的 他就说你是否要启用 那你当然要按启用就可以了 那其实还有很多个方法 当你不见了电话 其实你可以新增一个叫做安全金药 那这个亦都可以储存低 当你不见了电话都可以用到的 那我们就已经启用了 不如试试重新进入一次 那我们再登入个人的户口 那次你发现和刚才有少少不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启动了两步骤验证 其实他就会叫你去用一个Gmail作为一个登入的 你按进去他就会告诉你 装置时间和地点 你确定资料是没错之后 你按回试 那这个画面也会自动转到系统里面 那其实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当老师用了这个户口 储存着一些重要的学校文件 例如一些考试卷 或者一些老师的个人私人资料 还是一些学生的数据成绩和个人资料 那这个双重的验证 其实是确保到老师在一些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 是保障着网上户口你数据的安全 那今天大概就到这里了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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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